中国大陆的莲花一郡师尊好 弟子莲花一郡顶礼师尊 请问师尊 弟子读 灵言今时 嫩言今时 听到佛说 灵言咒吧 还是嫩言咒 那个字怎么念 一个 嫩言咒 种种不失意的神力之后 网购了一个嫩言咒的吊坠 后来我老婆转针给我丈母娘 我丈母娘家里立有堂口 供奉动物林 当时她配在此 宁言咒吊坠 但是动物林还是可以附生 弟子不解 为什么令言咒的吊坠 不能起防复作用 请师尊慈悲开始 他也就是说 佛讲嫩言今的时候 佛说嫩言咒 有种种不失意的神力 之后她自己去网购了一个 嫩言咒的吊坠 这是一个坠子 后来我老婆将这个坠子 转售给丈母娘 我丈母娘家立有堂口 供奉动物林 当时她佩戴此嫩言咒吊坠 但是动物林还是可以附生 弟子不解 为什么嫩言咒的坠子 不能起防复作用 请师尊慈悲开始 嫩言咒是嫩言咒 那个所谓的吊坠 他的罪子 就是说 柯有嫩言咒的 这个 这个罪子 我想讲 我想讲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佛菩萨 有五方佛 有七佛世尊 七佛 所谓佛都叫做世尊 世人所尊敬的 这世尊 很多的金刚神 甚至这里有到家的 玄天上帝 拿着宝剑的 我们庙里面 有没有临近来过 很简单 我们这个庙非常庄严 有金刚神 五大金刚神都有 密集金刚 圣乐金刚 大威德金刚 大方法王金刚 十人金刚 很多金刚神在这里面 这个大力 这里面有两尊 这两尊也是 凶恶的金刚神 这里有不动冥王 不动冥王好几尊 不动冥王是最凶 最猛的是大日如来的法神 这里还有中间 还有瑶至金母 不动冥王是很凶的 有两尊 有两尊 有仗士的 有日士的 不动冥王很凶猛 魔敢进来吗 鬼敢进来吗 敢 而且还护身 师尊在这个庙里面 抓魔 你没有看到吗 有一次啊 有一次啊 一个女生进来啊 模糊在她身上啊 那个眼睛掉起来啊 身爪 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啊 就在连言法师的地方啊 刚好 那一尊那个 道家的 贤天上帝 那个贤天上帝 哪做宝剑的 哪做宝剑的贤天上帝 魔附在她身上 魔附在她身上 贤天上帝附在我身上 我马上啊 起来 比了那个 那个贤天上帝的姿势 一下子 用很大的力量 把那个魔给她打出去 她马上躺下来 醒过来就好了 有没有那一次 那个是要 真正的令言的神显现 那个魔才会离开 这位 这位 中国大陆的莲花一镜 她的丈母娘家里立有堂口 共享的是动物林 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是什么动物林 动物林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动物林 是属于善的动物林 谈口就是 那个动物林附在她丈母娘身上 知道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 动物林会附在 这个 人的身上 甚至于 那个鬼也会附在人的身上 魔也会附在人的身上 佛的东西可以吸出动物林 向师尊进来 当初的时候看到的很多人 吓到 吓到赶快飞奔走 赶快走 还带着小孩子的 赶快把小孩子拖出去 害怕被染上 她也能够进来佛堂里面 这么多的金刚神附法在这里 为什么她敢进来 她附在人身上 她就敢进来 如果我们这边有守护神在 我们有做好结界 她不敢进来 没有做好结界 她还是一样赶进来 今天她的丈母娘 应该年纪比较大 她会附身 动物林常常上她的身 常常上身的 师尊要招请一个神附在我身上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招请玄天上帝 附在我身上 她就附在我身上了 很容易的 那个是佛的 中物林是佛的 但是她如果她在做善事行善 这个是一个善灵 令元兽起不了作用 她是在帮助众生 她动物林并没有害人 她是在行善 就不可能令元兽发挥不出力量 因为这个动物林是在行善 她在帮助人 既然你夜母的家有堂口 她是在帮助人 那就是在行善 这样了解吗 如果你这个动物林是在害人 那个另外别论 动物也可以行善啊 我们人都可以行善啊 六道众生也可以 可以做善事啊 也可以做恶 也可以做善啊 他们各有夜报 令元兽本身如果是佛的 是有一个好像是说 你买来的东西是死的 还有一点我要解释 你买来的令元兽牌 那个罪子 那是死的 如果有一个高僧加持过了 请一个高僧加持过 那个兽牌就起作用 它可以欺作为你的防身 所以我可以请任何一个佛菩萨降在我身上 我可以起作用 所以起作用的 就是佛的 起作用就是佛的 不能起作用的就是死的 你那个罪子 你那个罪子买来 没有加持过 那是死的 那是死的 奏牌里面的奏 是受了灵言奏的这个高僧的加持以后 它就是佛的 就会起作用 但是动物灵如果它作恶的话 它也可以起作用 如果是动物灵它是在行善 谈口 应该你的丈母娘也是在帮助人 它不会起作用 这是回答 中国大陆年华一郡的问题